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佟仲彦爆料说 台北市长郝龙斌的太太高朗仙 跟前副市长李永平 疑似收受厂商赠送的钻石 气得告佟仲彦加重诽谤 上午检方首度的开庭 不过佟仲彦并没有现身 你的夫人有没有收过人家钻石 当然没有啊 没有是不是 当然没有 你如果涉及人生诽谤 你如果有种你到外面去讲 市长郝龙斌努力压众怒火 议会只需用气氛火爆 因为台北市议员佟仲彦 拿出录音档店名 佛龙斌夫人高昂仙 和前副市长李永平 收受恭敬前董事长送的钻石 让李永平气得向北检提高 所有跟工程有关的案件 连公文的流程会议都不会通过我 那一个跟我完全无关的业务 请问厂商为什么要跟我产生关联 那更不要说我根本不认识公信的人 第一次的侦查庭被告同仲彦没有到庭 李永平原本想请检方勘验录音档 认为其中又变造 警平模糊录音档指控点名两人说钻戒 李永平说同仲彦凭红捏造 律师在庭上加告一条加重诽谤罪 告昂仙则向法院提起自诉状 要让司法还清白 那我非常的希望呢 他并不是因为心虚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事情 因为他即使是心虚 那他就赶快来承认错误 我今天我是请假 因为我们要审议程 身为侦查中被告同仲彦拿出侦查不公开 当挡箭牌只说证据十分足够 却不向媒体公布 这到底有没有说算计 不是嘴巴上讲讲就可以 川西伟侯正人吴宇轩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